熊猫保护基地的工作人员为每只团子都制定了营养餐 虽然喝泡泡奶的时候,大熊猫超级开心 不过对他们来说,每天的主食依旧是主子 一只成年大熊猫每天几乎要吃20斤的主子 因此不少游客去动物园玩闪的时候 都会看到团子拿着主子,不停地吃吃吃 新鲜的主子很符合熊猫的胃口 不过就算是坚硬的主子 对他们来说也不是事 近距离观察就会发现 熊猫会稀稀地将竹子外面的皮给撕掉 然后吃里面的果肉 看起来真是太有食欲了 视频中的大熊猫找到一根很大的竹子 张开嘴就想吃 结果发现怎么都掰不断 下秒他想出了个绝妙的法子 熊猫将竹子往脑袋上一放 两只肘子一用力 用自己的大脑袋生生地将竹子给掰断 厉害了我的果宝,这也太聪明了吧 看来团足不仅长得好看 智商也很高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